今天和大家試試 LiKa 最新推出的 SL7200 光圈 2.8 這支鏡頭是大三元之一 我們試試這支鏡頭配合 SL3 拍出來的效果如何 操控體驗如何 咬得緊不緊 硬不硬 雖然不是 APO 的光學設計 但效果又是怎樣 現在我們試試拍攝這支鏡頭 我們先試試看 提到焦段70-200mm 光圈 2.8mm 的鏡頭 又怎能拍攝賽馬那麼簡單 這個焦段鏡頭的用途 其實是非常廣闊的 最常見的可能是拍攝風景 來一個景點可能是比較遠 很多時候我也不知道 是要用什麼焦段鏡頭去拍攝 多數來說 中長焦都會適用 做一個攝影師 就不需要冒著生命危險 走到很近 可能離遠 都可以拍到一些挺好的風景 有時可以近鏡 遠鏡 都拍攝不同的幾張 畫面多變化和生動 相信分攝的主題 很多攝影師都拍攝不少 一對新人在舉行儀式的時候 相信你作為一個攝影師 都會懂得做 不會騷擾到一對新人 在這個時候 你就不方便四處走來走去 一支zoom鏡就非常適用 因為鏡頭的範圍去到一個長焦距離 尤其是去到200焦段的時候 主題是會非常突出 背景的虛化也會很明顯 拍攝新人變得夢幻很多 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感覺 譬如說在教堂裡面 其實是不方便走來走去的 特別是會容易打擾到其他參與者 所以是適宜站在一個有利的位置 去拍攝多幾張 去到最緊張的關頭 當然是一對新人 互相交換戒指 這一剎那其實長焦距也是非常適用的 還有一些動態的運動 其實也非常適合的 例如是一個踢足球的比賽 當然你不可以走過去 所以一個中長距離的焦段 也是非常適合的 或者其他的網球比賽 這些也不例外 至於體操類的活動 也是一樣 在跑步方面 也是很好的發揮 接著就是我們經常拍的人像攝影 在室內做一些人像的攝影 無論是有用閃燈 或者是沒有閃燈的情況之下 都是合適的 在戶外有陽光的情況之下 拍出來當然更加理想 就算是動態的人像 也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離不開野生動物的拍攝 當中有一些是小動物 你就當然不要走過去嚇到它 還有一些不是你嚇到它 就是怕它嚇到你 在野外是要特別小心的 所以就不適宜一邊走一邊拍 最好找一個有利的位置 離遠去拍攝 再說下去就是車類別 無論是電單車 或者是四輪的私家車 都是非常適宜的 因為這支鏡頭 不單是中長距 2.8的光驅值相對來說 是比較大的 適合一些夜間 室內的環境拍攝 演唱會 台上的表演 和Fashion Show的類別 都是非常適合的 在開箱之前 有幾句話跟大家說一下 我發現看我們影片的朋友 很多都是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和選擇全部通知 一有新片上的時候 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好了 說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去開箱 這支最新的Leica SL7200 光圈2.8鏡頭 它有一個外置的遮光罩 這個張罩現在到吸座 現在正常的吸法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變焦環 就是由70到200 行程都很短 很快就會到的 而賣變就是一個對焦的環 當你手動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裡去對 還有就是它這裡有一個鎖 可以鎖住了它 就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要 橫倒直倒去落腳架 不需要的時候 就鎖住它 這個底部 就是很棒的 手持 你可以握住它 借力 因為這個機動性都比較強的鏡頭 如果你說 嫌這個壓榨不適合你用 可以移動它出來 脫了出來之後 依然可以落到腳架 後面尾部的設計 是鍋了下去的 這個很有用 這個 因為70-200 後組 鍋了下去 是配合 這個2X的放進去 這個2X 因為這個前端 是凸出來的 裝了下去了 其實2X裝了之後 它的尺寸又不是大很多 但是就變了這支鏡 140 去到400 說了這麼久 就不如看一下照片 首先看一下馬場的情況 很多的資訊 可以看到 現在是用2.8光圈的 焦距就是扭到盡 去到200 拍到個細緻度 都挺好的 雖然沒有APO的加持 但是出來的效果 其實都挺滿意 拍靜態 真的完全沒有問題 放大一點給大家去看一下 旁邊的大廈 那些紫皮石的瓦仔 都是可以看到的 落後那天 煙下比較大 清晰度 我覺得略為 就欠缺了一點 有看這個牆邊的繞圈 看到阿叔 就在看報紙 其實我和你一起 都可以看一下報紙 看一下馬經 可以整個馬經 可以刨完的 我覺得都挺誇張的 這樣影法 接著就出了去外面外圍 看一下馬 在那裡慢慢度步 色彩很豐富 都很鮮艷 再看多次資料 這個就用了 其實是400 加了2X 出到這個效果 我覺得不錯 這個也是 場邊試一下 這個也是用了2X的 看到那些肌肉感 那些戰衣的顏色 都很漂亮的 好 開跑了 那這個 因為是跑沙圈 是比較遠一點的 那我站高了一點 去拍的 始終是有一個動態 就不會說 清晰得很誇張 始終正在動 亦都是我技術有限 就是沒有拍過 那麽動態的東西 因為一般拉卡來說 是拍靜態比較多的 那麽遠的距離 其實拍得也算是不錯 那我再看兩張 那我連環快拍 就選擇一個比較好的畫面 這個是用了200 但是我的站位 真的選擇得不漂亮 看到這裏 只是用一支鏡 去到焦距 200 那這個站位 不是那麽漂亮 變了很多觀眾 就遮蓋了我視線 好 接著 就早上早上早上拍攝一下車 近一點點會比較好 出來沒有那麼大煙霞 遮蓋了我時線 那天星期天氣都不錯 細緻度也不錯 以一個動態畫面來說 算是不錯 那我們看一下細緻度 細緻度也不錯 燈那些細節 我試機看到樣子 應該認得到人 這個 隨便拍了幾張 都是不同的車的照片 電單車 還有有Pan鏡 Pan鏡 都是有少許技巧 都是我試了幾次之後 都可以的 有動態一點 這些 這個也是 電單車 這個就是大致上 拍出來我試了幾個的效果相 在這裏再看看 看看少許的規格 一些參考資料 我們看看它的成像質素 以及它的光學結構 首先看看它的光學結構 光學結構 裡面有很多鏡片 其中有三片的飛球面玻璃 另外看看曲線 在七十焦段 2.8的時候 線位也算是幾直的 中間位置非常漂亮 在邊緣那裏 其實都算表現不錯 收光圈的時候 不斷地改善 邊緣位置 去到一百二十 表現都不錯 收到八的時候 好像真的會幾明顯 幾好的 但二百相對來說 就會差一點 總括來說 這支鏡的表現 都是對得住的價錢 最後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我覺得這支Leica SL70-200 光圈2.8的鏡頭 首先就是這個焦段 非常常用 而且2.8光圈對於一支長焦距來說 算是一個理想的光圈值 還是一個2.8的行常光圈 對於一些室內或者暗的環境的發揮 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 加上長焦距鏡頭 虛化的表現是比較明顯的 配合2.8光圈 是有更加大的發揮空間 這支鏡頭是可以配搭 最新出的Leica 2X的Adapter 即是說這支鏡頭 可以是140-400 又或者簡選1.4X 在重量方面 我覺得這支鏡頭 就欺負到好處 以及一個金屬的外殼 還有對焦位置 是在前方 手托自己的鏡頭 去變焦 其實是非常方便 而且這支鏡頭 是內對焦 以及內變焦的設計 可以說是高級的選項 不要看這支鏡頭 好像很大支 其實它是前部份 是遮光罩來的 相對來說 鏡頭並不是很大 雖然沒有APO的設計 但是價錢 也是性價比比較高 如果你對這支鏡頭 有興趣的 請在留言下面 打個yes 如果你對這支鏡頭 是沒有興趣的 請在留言下面 打個no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有趣 學到東西的話 請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看了我這麼久的影片 很多朋友 原來不知道 我們是有實體點的 我們有like 一系列的鏡頭 以及相機 無論是數碼 或是片 至於鏡頭 有R 又有M 有銀色 有黑色 還有 其實是有全新的貨品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聯絡我們 或者是來我們的店 去了解一下 再者 就是說 我們也是有個網站 如果不是香港的朋友 其實可以看我們的網站 在網站直接購買